FitFit EC,FitFit EC,我是FitFit EC 有看向我们FitFit EC Channel 都知道我们主要讲食物或饮品里面的卡路里 上一集FitFit EC Channel 出了条有关不同珍珠奶茶店里面 常见茶饮配料卡路里排行榜之后 收到观众苗仔的留言 说他喜欢低卡的仙草多个高卡的珍珠 FitFit EC想考一考大家 究竟在台湾珍珠奶茶店里面的仙草 和香港很出名的元朗B仔粮粉当中的粮粉 是不是同样的东西呢? 他们各自卡路里有没有不同? 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事不宜迟,Fit EC 立刻和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 鲜草与粮粉相似之迷大拆解啦! 夏天做一碗好吃的鲜草 或者来一碗冰冻的粮粉 淨都已经流了口水 虽然吃鲜草或者粮粉的时候 味道口感是有少少的分别 但其实用肉眼去看,根本很难去区分 难怪很多朋友都将它们当成是同样的东西 其实鲜草和粮粉都是用粮粉草去造成 分别就在于鲜草会加入大量砂糖或者黄糖 去增加甜味 所以糖分会相对较高 而且会加入木薯粉,所以口感会比较烟硬 而粮粉就是在粮粉草液入面 再加入煎米粉,粟粉 所以粮粉的口感会比较爽滑 而且挺身 两者都有少少清热的功效 所以很适合现在热热的天气去吃 其实鲜草入面有90%以上都是水分 而且卡路里非常低,又有饱足感 每100g的鲜草就只有大约20咖 而一杯700cc的饮品来说 加一匙鲜草就只有大约35-40咖 但一匙的波霸珍珠就马上会飙升到200咖 那粮粉的卡路里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粮粉卡路里和鲜草差不多 每100g就只有38咖 当然就这样看,粮粉在甜品类的食物里面 卡路里真的不算高 但如果是粮粉甜品,就不同说法了 因为很多朋友在吃粮粉的时候 会加入淡奶、煉奶或者砂糖 可能还会加上红豆、细米露 这样一起去吃,卡路里分分会增加2倍以上 FitFit意识建议正在Keep Fit瘦身减肥 维持健康体重的朋友 下次可以试试完全不下糖的鲜杂果粮粉去代替糖水 不单可以增加营养素的吸收 也会更低卡更健康 鲜草和粮粉虽然在做法上有分别 但两种都是台式饮品或者甜品当中 比较健康的选择 所以FitFit意识建议正在Keep Fit瘦身减肥 维持健康体重的朋友仔 下次喝珍珠奶茶选择配料 或者吃糖水时可以选择多些鲜草或者粮粉 最后FitFit意识想提提大家 虽然鲜草和粮粉都比较低卡 看起来清爽 没有卡路里负担 但有些朋友仔 例如手脚冰烂 易幅射 体质偏寒 就记住要小心食用啦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大家下次想听多些食物 还是饮品的卡路里比较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 愿你成功 健康轻松 愿你Fit爆每分钟 我是你的FitFit伙伴Fit意识 记得关注留言和点赞 下一集再见 拜拜